反黑箱克刚学生上星期四深夜闯入教育部抗议 警方逮捕了共33人 对于教育部坚持提告学生与记者 香港学民思潮也隔海发出声明 声援台湾学运 声明指一台湾当局是选择性的控告示威者 但是对教育部修改克刚 涉嫌伪造文书的问题充耳不闻 认为台湾政府选择偏听 才让学生及民众被迫以公民抗命的方式 向政府控诉 同时也对于警方对待未成年示威者的手法 表示强烈不满 认为台湾政府应该向人民道歉 撤回具争议性的克刚部分 并且不再控告被捕学生 让克刚微调事件从正确的方向解决